空前直升机高空盘旋 下方黎明搜救人员 他搭着吊挂式的背板缓缓下来 由于地势的关系 风势过强 搜救人员一路旋转 惊险地踩接触到地面 而底下的救难人员 已经将登山客遗体保护固定 透过吊挂的方式准备在云下山 事发在9号上午7点 有一行10个人的登山队伍 到南投甘州岸联峰登山 结果在通往着射大山的拉绳处时 一名来自高雄60岁的男子 不慎衰落底下大约20米深的边坡 当下人还有意识 但左脚踝一次骨折 无法再回到步道上 通信的山友也立刻呼叫支援 大概在下午3点多的时候 到达现场 发现坠落山谷的伤患EOKA 并于早上申请空情总队支援 顺利将大抵运送下山 这个被称为四大障碍之一的 甘州岸联峰 地处偏远又不容易走 至少两天才能到达通报地点 于是6名搜救人员 等待空情直升机 在9号下午1点出发救人 结果山友又回报 男子意识改变 甚至没了呼吸心跳 大家赶紧帮他抢救 最后在搜救人员 接触到时 男子已经明显死亡 最后是由空情直升机 载运遗体下山 也通知了警方跟家属前来 进一步确认死因 六许的魏勇清高中 在南投资亡报导